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很多人越來越不願意結婚生仔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覺得這個世代很現實 無論男也好 女也好 尤其是女性 他們覺得現在的女性很現實 現實到不堪 甚至乎不介意弄壞臉 包包換包包 誰包呢?大家自己摸索一下 是否真的有這些事件呢? 有人說 未結婚就好 看清楚真面目 最怕你結婚才見到真面目 你就頭都行 有人說 不是吧? 兩夫妻 你應該是感情行先 要不然怎會結婚呢? 你都傻了 有些人愛情和麵包 選了麵包 後者的 到你結婚後 露出他的真相 那種恐怖之處 嚇死你了 有人為了錢 可以去到多盡呢? 如何弄壞臉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究竟這些感情事 銀子事 包包換包包的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有人說 包包換包包 你看這些富豪 最慘我不是富豪 普通人 那是否真的 麵包能夠勝於一切 人 經常都說 兩個人之間 無論同性也好 異性也好 你有兄弟情 姐妹情 愛情 你說情 我們不是說錢 但是現實世界上 世界上 感覺好像不是 全部都是金錢掛稅 所以我怎敢拍拖呢? 我沒有錢 也滿足不了你 有一位男士 他在網上哭訴 就說 其實那些女生 是不是真的很喜歡 名牌包呢? 他說 因為他女朋友 一直跟他吵 就說 要買某個品牌的手袋 C字頭 什麼內兒 那些 更加威脅他 就說不買 就要分手 這也是很誇張 很肉酸 肉酸到震 他就說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原來 他說他女朋友某日 很開心 跟這位男朋友說 他就說 很喜歡某個品牌 某個手袋 不停在他面前 搖搖搖搖搖 說到想送給他 怎麼知道 說到 手袋嗎? 包嗎? 好吧 反正你都包包換包包 即是包包都給了我 我給你一個包包 好像很合理 但這位男士主 馬上問 對方 那個包包 不是你的 那個包包有多少錢 說到說 不是很貴 大概五萬港幣左右 五萬港幣左右 這位男士都馬上問 哇 是不是很貴 但是 你說你要 你都給個合理原因 即是你 有什麼事 或者你真的 可能兩人 兩程相約了很久 拍了很久 一直都沒有送 什麼好的禮物給對方 這樣 有人會覺得 都很值得 送給別人 其實有些人 真的拍了很久 對方也都 好像 叫做 不介意 完全付出 你 沒有名分給別人 人家都依然 是繼續 對你死心塌地 這樣 除非你只是 小轉彎 是不是? 貪你什麼? 好了 人家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不能夠滿足到他 那是不是 真的 要跟你分手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都表示了解 你會一直都沒有什麼好事 給別人 是不是? 反過來 這一位女生 竟然 跟男朋友這樣說 我? 為什麼要買這個袋? 因為? 什麼袋? 外出才有面子 這樣? 嘩 怎樣? 有些人這樣看 男女 其實是相向的 男人 找一個美女 甚至乎 老婆 一個type 女朋友 出街一個type 要求 功能不同 感覺上 你出街要什麼type 當然是 殺死 帶到出街 跟他一起出街 感覺好像 令到 全條街的男人都羨慕 舉例 很棒 感覺像什麼? 好像拿了一個很漂亮的東西 或者駕駛名車 OK? 那帶女性 女性假男士 有些人就說 本身如果你能夠 一個很帥的 整個明星 感覺上 他都好像拿著名牌包包一樣 掛著名牌東西在身上 一樣 有些人就說 其實兩個相向 但是 你覺得我不夠名牌 所以你要買一個名牌 是不是這樣? 這件事件 令到這位男朋友 都很震驚 你說要 好看的 很多款都好看 不一定只買這隻牌子 男朋友都 退而求其次 有少少縮 可以買一些普通的嗎? 其實普通的袋 一定好看 沒用的 女人告訴你 他不是買款的 是買牌子的 男士又不明白 只是等同 女人不明白 男士而已 為什麼一定要開這些車 為什麼要開這些款 你不明白 那 誰不知 女朋友就說 你不買給我 我就要分手 好了 那這位男士 再問多一次 是不是? 你再說一次 你真的寧願要包包 就不要我 那女朋友就說 好了 那男朋友 亦都很坦白地跟女生說 喂 五皮東西 買個袋對我來說 好像很重皮 這樣 好了 那女朋友 看到這樣的情況 竟然 就說 那好吧 就分手了 最後就分手了 有人就說 都很簡單 這種感情 建基於一個名牌身上 是不是? 有人就說 就好 看清楚她為人 是不是? 放生她 有人就說 你這些 經常都有 即是說香港女生 很多女生都是這樣的 追求名牌 你這就是小事 有沒有試過 有時候 你在拍拖 一直拍拖 都看不到這些真面目 即是心裡面那隻魔鬼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魔鬼 舉例 你問過你男朋友 你愛了什麼 說說說一大論 你見到她出門 都依然在看女生 是不是? 看見美女 都是看的 怎麼了?我不夠美嗎? 沒有的 男人是這樣的 看見女生很棒 是不是? 你身邊一個人 不能夠滿足 女士 都可能會看小孩 很厲害 很大隻 轉頭 但他們都會互相比較 男人比較 看見美女 看見美女 多漂亮 互相比較 女人通常就是 看男人對我多好 買多少東西給我 其實大家都有這種心態 但是 某程度上 拍拖 有人說 不用玩得那麼盡 玩得那麼盡 到結婚之後 怎麼辦呢? 現在已經叫你買包包 還是結婚 結婚之後 就把我的名字 有時候 真的在某些情況 可以看清楚 一個人的面目 最慘的是 有些人說 結婚之後 才看到的真面目 這一下才是恐怖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事源 有位 人夫 即是老公 說到 他老婆 去到這個環境 一看到錢 想不到 見錢開眼得那麼恐怖 這件事件 說到 有一位 男子 人夫 香港老公 他說 他跟他老婆結婚 有小孩 結婚一段時間 誰知道 他媽媽最近去世 他得到律師樓的通知 原來他媽媽 留了二千萬遺產給他 律師樓就告訴你 你就是遺產執行人 哇 你想想 無緣無故 原來媽媽留下這麼多東西給我 好 這位港男 指出 他說他一直都是單親家庭長大 從小到大 跟媽媽和姐姐感情不錯 而說到媽媽 在小時候 也教他們兩個子弟 不要為錢相感情 教你不要為錢相感情 你認識男人女人 見錢 說錢 真的跟你說感情 說錢 對不對 更加 媽媽說明 將來有什麼錢呢 我的遺產 記得 一人一半 不要爭 沒有白紙黑切寫 口頭協議 而圍竹也沒有寫明 遺產一人一半 這位港男 他自己也想著 媽媽和姐姐 他們三個人 經歷過一段時間光景 他自己也覺得 是分一半給姐姐 這個我也覺得合理 但是 他說他老婆出現 這個時候 竟然殺出來跟他這樣說 什麼 你媽媽留下二千萬給你 你和你姐姐一人一半 等等 那我呢 嘩 等等 那你呢 你那裏不是我的 你那裏就是我 是不是 我和我姐姐一半 那你在我那裏睡就行 大家就這樣想 結了婚 老夫老妻也好 好 誰不知他老婆這樣說 不是 那條數不是這樣算 傻的 除三份 就說二千萬不是你姐姐和你 是你姐姐 我和你 這樣 分三份 還說要佔一份 嘩 嘩 呆了 所以有時候 撿一件錢開眼 是的 二千萬 好像中了一次 合彩頭獎 那樣 有人就覺得 那不是啊 你老婆也嫁了進去 你嫁了給你 也叫做家人 但是某程度上 我媽媽的遺產 是留給 即是叫做兩子弟 關你 什麼事 你是的 都是和你老公分 對抹的 你沒理由拿別人家姐的那份 對吧 就著這件事件 竟然 老婆就說 你不抹多份給我 我和你離婚 嘩 這樣 即是怎樣都要分 看看你怎樣拆這條數 所以 其實她是遺產執行人 對嗎 她可以把那些錢給她姐姐 都可以 你就分 分 玩盡一點 其實很恐怖 有時候 等同 如果你遇到 還沒結婚 你早上 有回家產 如果突然有一天 你早上 可能你爺爺阿公 跟你說 乖孫 將來我百年歸老 我的東西就給你了 可能有些乖孫真的是乖 你不要給我 即是給父母 那不是應該 你按鈴枝排輩 我哪有這麼快 承受得起 是都給了一些長輩 或者給其他大伯 舅父 沒有理由 有些乖孫是這樣的 如果被你女朋友聽到 我聽過有些這樣的例子 不是的 等等 錢來的 你當然不要 要 老什麼都要 真的 被你聽到 你都會很心寒 其實是 很多人會是見錢開眼 那種 睜大眼 傻的 當然 你父母還給你 你爺爺 爺爺 爺爺 你可能也別ので 不給你母親 你怕εί 오분 不有些同 screaming 為今 inizi 你有時 有在想 想到 依靠這些程序 那種眼光 令可以刮心寒 nell 就有人講 你 если這些 情況見到 ій 不要選擇 遲早吵架,為錢吵架 生命之中只有錢 所以有人覺得有些女性 她根本不是選愛情 她一生人是為了自己的飯票而奔波 她的目標可能不停加入豪門 總之有一點不開心就分身家 她以分身家為樂 可能結婚幾年,然後分身家 又有幾百萬,甚至過千萬 過一段時間冷酷,然後又認識別人 然後又分身家 有人就說,這樣分身家到老就可以了 你想想哪份工作 可能做幾年代幾千萬 這樣而已 她真的嘗試這是一門生意 所以令到有些人很心寒 覺得這樣 當然,你一早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我覺得沒什麼 自己不適合玩就離開 有些人最慘的是,事後才看到她的真面目 好像這位港男 這位港男怎麼跟她老婆說呢 她說,遺產是她媽媽的 就算分身家也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那老婆就說,好 你說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那兩個小孩呢? 那兩個小孩都要錢的 我們就住公屋 你媽媽難得有二千萬 老實,如果你分身那一千萬 我當作她和她姐姐都不能住公屋 我說不夠大 為什麼不拿錢買大房 好了 這位港男就說 說得明白 她說我的錢都是屬於她的 所以她想拿來 另外再多分一份酒 這位港男就說 跟她老婆結婚的時候 已經給了一百可觀的禮金 更加幫助對方 即是老婆家人 不是外家 給了首期買房子 即是想想想想 又有禮金 又出錢 去養媽媽買房子 直至大兒子出生的時候 就說 會不會選便宜的醫院開刀 即是生孩子 最後她老婆說 要私家醫院 老公不夠錢 就問姐姐借 問姐姐借錢 在私家醫院選日子開刀 而且這位港男每個月 將薪金交給她老婆保管 每個月只有1500元乘車吃飯 真的 這位港男指出 她自己媽媽 就當她老婆是女兒那麼醜 但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對她們 她說結婚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看錢這麼重要 真是 見錢開眼 你還有一個可觀的數字 不要說發達 你想想 如果真的像她那樣聽話 2000萬 拆三份 然後她有什麼不滿意跟你離婚 再在你那份 再多一半 你想想 她真是和味 和味龍 有人就說 你看得到 這些是非常有機心的女性 非常進取 一定是謀利身家 呼籲這位男士 好自為之 其實是 你可以有人覺得 男人很賤 勾三搭四 有老婆 都滾女人 但同時間 女性就說 可能會跟你說 喂 我沒有東西保護自己的 正所謂 在你身上 可以拿回一些 都可以 在陳世間上 No money No talk 有錢 安全感很足 所以有人覺得 拜金這個話題 其實可能是女性 她拿不到安全感 只能夠在錢上滿足到她的安全感 有錢 就自然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錢的 每次靠你 萬一你有什麼不滿意 起我飛腳 起我未住的時候 我人又老 錢又沒有 老公又走老 那怎麼辦呢 人老豬黃 那不是沒有的 也是為自己打算的 但是 我明白 這件事 其實每個人都是 你會不會為你自己退休打算 你會不會為你將來的著想 會 有些人不會 有些人不會 因為我有一個好另一半 有一個好的另一半 她會幫我精打細算 處理各樣東西 是的 我相信愛情 但是同時間 人的心會變 你不知道她突然間什麼時候變 無論是男或女都好 你突然間她變了心的時候 她一個屈尾十 起你飛腳 起你未住的時候 你又沒有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很現實地說 有人覺得 這些才是人的真面目 但是 我自己這樣看 未免太可怕 無論你結婚也好 未結婚也好 用現金交易 雖然有人說 我寧願明買明買 像台灣metoo事件一樣 有些人立刻 拿回 剛剛有一位 台灣去世的藝人 在那裡說 當時她接受訪問 她的愛情 從來都是明買明買 最好的 沒有交捱 這樣 這件事 看看又如何看 我自己覺得 不厚程度上 做人 你起碼說清楚一點 最慘的說 不清楚 不清楚 有些人來 但是要試一下 你要試一下 那個旅程 所以應該有些人 有錢人 故意扮沒錢 原因就是這樣 到我這麼窮的時候 你都不介意跟我一起 我相信 有錢的時候 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未必這樣看 有錢的時候 另一個魔鬼就走出來 聽完這些 令大家 對兩性之間的感情事 立刻 好像潑了一盆冷水 立刻質疑 如果我發了 達中落合彩的時候 會不會立刻 發狂的錢 是不是 對自己老婆 有些信心 即是能夠這樣說 錢財新外物 人就是這樣 經常被這些煩惱事煩惱 真是恐怖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這些包包事件 包包換包包事件 我相信 你說婚為產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突然天下降下來 但是 也聽過不少 的確 很多都是 幸好是結婚前 很快就分手了 如果你遇到的 你也會不會選擇分手 不妨下面留言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